這個書後題呢 也考慮這個知識 咱們不妨看一看 145頁第六題 145頁咱們看第六題 它說As he hated 軍旅生涯選哪一個 只能選B 對不對 Life in the army 是正確的 而C呢 Life of the army 這次錯了 A呢 The life of the army 當然也不對 它也不能叫of D呢 The life for The army for life 根本就不通吧 什麼叫army for life呢 不通順 選B 是唯一正確選擇 軍旅生涯 好 他決定呢 叛變 就是也不是叛變了 當逃兵了 拋棄了团队 跑了 他決定跑 那個時候還沒跑呢 後來什麼時候跑了呢 When he learned that he would be sent abroad He returned to the farm and his father hit him and to the end of the war 就是當他聽說呀 他被 要被送到海外的時候 更受不了了 他決定呢 就 就返回農場 返回了農場 並且他的爸爸呢 護毒子 就把他兒子藏起來了 一直到戰爭結束 咱們看一看這個語法成分分析 黃顏色的 還是when引導的一個 時間壯語從句 整個到逗號結束 在時間壯語從句裡面 還牽套了一個兵語從句 when he learned 當著聽說 後面那個that從句 so learned的兵語 還是聽說 我們說了 聽說本來是learn of 或者learn about 但是那個of 或about 這個介詞被去掉了 因為that從句前 一般是不下介詞的 他聽說將被送到國外的時候 abroad就是複死了 到國外了 怎麼樣呢 那麼he returned to the farm 他返回了農場 跑回農場了 and引出病戀去 並且怎麼樣 他的爸爸hit him 後面加上這個 時間壯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直到戰爭結束 這戰爭 直到二次大戰吧 二次大戰結束 一時藏到二次大戰 那霍西聽說再複習一遍 就我們講的 learn of learn about hear of hear about 還有know of know about 聽說霍西 但介詞去掉 因為後面是大家從句 其他的這句話 比較簡單 然後呢 後面說了 fearing the authorities Eric remaining hiding after the war as well 他說因為害怕呢 當局的懲罰 所以這埃里克呢 在戰爭結束之後 依然出出來 這個這個這個 隱藏這個狀態 這個fearing the authorities 這個很簡單 放在句上 明顯是一個 非為動詞 當原因壯語了 fearing 他的邏輯主義是誰呢 當然就是主義主義 埃里克嘛 因為他害怕當局 就懲罰他 所以在戰爭之後呢 也不敢出來 還處在藏意的 這個狀態 這個fearing 非為動詞 主動 當然是對的 但是害怕 我們講過 還可以用be afraid of I am afraid of rats 我害怕老鼠 可以這麼說 那麼用be afraid of 當原因壯語 該怎麼說 在這非為動詞 那麼be動詞 換成being being可以怎麼樣 大家太熟了 being可以去掉嘛 無論是非為動詞 還是獨立主文 出現being 一般可以去掉 那麼只剩下了 afraid of the authorities 也是非為動詞 當原因壯語 這個地方 有些數解釋成 形容詞壯語 這個 總是有些毛病 並不太 這個有說服力 形容詞多數 是做定語表語 或者補語 做壯語的一般來說 是這幾個語法形式 就是介詞短語 副詞短語 還有壯語從句 還有非為動詞 還有獨立主文 這幾個常見的 凡是形容詞做壯語 其實是省略了being的 非為動詞 因為這個being 是完全可以加上的 這麼解釋呢 這更好理解一些 在這兒是 害怕當局 這個 當然本文中 它有上下文了 其實害怕當局 是什麼呢 害怕當局的懲罰 如果補充選是這樣呢 fearing the penalty from the authorities 它害怕的是 來自於當局的懲罰 我們再讀一下 懲罰這個詞 penalty penalty 它跟那個punishment 類似 只不過penalty 只能指嚴重的懲罰 而punishment 就是punish punish ment 它既可以表現 小的懲罰 也可以表現嚴重的懲罰 沒有場合限制 但penalty 一般是重罰了 是重罰了 害怕來自於當局的懲罰 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當局 為什麼用的是權威們呢 這個不能反正權威們 是政府 當局 或管理部門 這是固定搭配 而且一般是用複数 即便是一個部門 一個政府 一般也是用複数的 我們大聲讀一下 the authorities 注意不翻譯成權威們 而是政府當局管理部門 你像我們常說的 地方政府 the local authorities 是政府當局 還有呢 法國政府 中國政府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法國政府 中國政府 中國當局 這都可以這麼說 這個我們還有 37課的一個例子 咱們看一看 這個第170頁的第6行 170頁的第6行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當有些事情 出現了意外情況 出現不愉快的一些意外的時候 怎麼樣呢 我們很容易去責備 鐵路當局 你也是政府 當局管理部門 很容易去責備 鐵路當局 什麼鐵道部的 責備這些人 這個 railway author 依然是政府 當局管理部門 這個為什麼to to翻譯成很容易去 而不是很容易而不 這個到了37課 咱們最重點也可以說 總之這裡面 這個the author 還是政府當局的意思 當然在寫作時 表政府的詞太多了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government 這個表示政府 沒有什麼場合限制 最熟悉也最簡單 還有呢 就是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這個詞 也可以表示政府 但這個詞往往表示 某一屆政府 就是往往表示 正在當政的 這一屆政府 這個而且呢 一般用的是 多用在這個政府的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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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這個總統啊 或者什麼總理啊 或者什麼 什麼首相啊 名字後面 就他組合的這些政府 你看我們常說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克林頓政府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Bush 政府等等等等 某一屆政府用它 比較常見一些 但還有一個 就是政府 當局 或者是政權 咱們有個詞叫regime 這個是個外來字 所以這個字母 G不是發這個G 而發R R 我們讀一下 regime regime 這個也是政府 當局或政權 但這個詞呢 就帶有一些貶義的味道了 這個詞一般多強調 它是個非法政府 就是非民選的 像法西斯政府啊 什麼軍政府啊 這個詞一般是貶義詞 我們經常語言 a fascist regime 一個法西斯政權 這個一般是貶義詞 我們再讀一下 這個法西斯主義者 或者是法西斯主義的 大聲來沒 fascist fascist a fascist regime 就是法西斯政權 就好了 這是指政府 几個常見的詞 注意這個詞 最后一個是貶義詞 因為害怕當局的懲罰 怎麼樣呢 Eric remain in hiding after war as well 戰爭之後 依然呢 remain in hiding 那為什麼用in hiding呢 這是習语 in hiding 叫處在藏匿狀態 處在藏匿之中 就是怕別人看到 藏匿之中 這是固定搭配 GIS等也可以做狀語来用 那么我们再看例子 the frightened family lived in hiding for three years 這個frightened family 就是被嚇壞了 对 心情肉跳 被嚇壞的一家人 在隐藏之中 生活了三年 不敢跟外人打交道 the lived 加壮于in hiding 就處在藏匿狀態 这个意思 这个埃里克呢 就在战争结束之后 还依然處在隐藏狀態 怕惩罚呗 他的这个老父亲呢 也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还帮他去说谎 你看下一句话说了 His father told everybody that Eric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他的爸爸跟每个人说 我那大儿子战斗中死了 死于战火之中了 还得帮他去车谎 这个 told everybody that 后面大家从句 当然是病语从句 这个简单 但看一下 be killed in action 不要翻译成 在行动中死了 这个action是多一词 在这表示战斗 但是他表示战斗的时候 一般都用在固定的习语里面 像本文中 就用在这个习语 be killed in action 或者be wounded in action 在战斗中牺牲了 或者是在战斗中负伤了 这固定搭配 我们大声读一遍 be killed in action be wounded in action 连读觉得in action 连到一块 这个n跟n连到一块 在那边 in action in action 在战斗中牺牲了 或负伤了 还有一个搭配 叫做be reported missing in action 在战斗中被爆到失踪了 three soldiers were reported missing in action 三个士兵被爆到 在战斗中失踪了 可以这么说 在战斗中 指战斗呢 还有一个跟他类似的词 叫battle 也是战斗 但是battle这个词啊 它就是可数不可数都可以了 在战斗中 我既可以说in battle 也可以说in a battle 但在这儿就绝对不能说in an action in an action是不行的 因为它一定不可数 咱不妨看一看 新概念四册中的一个句子 未来李老师在四册中 会讲到更精彩的一些搭配 四册都是大师的作品 四册十一刻 就是罗素 这位大哲学家 又是大文豪 他写的如何变老 这个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 有理由担心 怎么呢 自己战斗中死掉 就战死疆场的年轻人 那么可能会感到痛苦 这是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的 什么时候呢 当他们想到 他们已经被骗走了生活 本该给予他们的 最好的东西的时候 感到痛苦 这是情有可原的 你看战斗中被打死了 叫be killed in battle 可以相当于本文中的 be killed in action 这个battle 在这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范指可以 一个说in a battle 也行 在一次战斗中 这也可以 但是action一定是不可数的 然后呢 the only other people who knew the secret were Joe and Bob 这句话简单 后面那个who knew the secret 是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people 唯一的 知道这个秘密的别人呢 就是他两个弟弟 这个乔和鲍博 两个人 they did not even tell their wives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老婆 都没有说过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农场上还有 藏着另外一个人 大家都没有传出去吗 手口如瓶吗 这两兄弟是手口如瓶 确实有这么个词叫tite-moused 很好记 叫嘴紧的 紧 tite 加hyphen 连字符 再加mout 再加ed 当形容词来用 我们读一下 手口如瓶的 tite-moused tite-moused 这个表示人的特征啊 经常在名词后面 可以加个ed 你像大嘴巴的 一个叫big-moused big-moused 也行 这个大嘴巴呢 既可以表示这个人嘴大 李老师嘴就不小 am I big-moused 我是不是嘴很大呢 但big-moused 也可以当他的反应词 多嘴多舌子 总说漏嘴的 am I big-moused 我是多嘴多舌 我说这个干嘛呢 big-moused 也是后面加ed 大眼睛的 叫big-eyed 当然Eye 后面加个字母D 就好了 big-eyed 蓝眼睛的blue-eyed 都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 这一个搭配 好 那么后面说 when their father died they thought it their duty to keep Eric in hiding 当他们老父亲去世之后啊 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呢 把埃里克继续 让他处于隐藏状态 就是继续把埃里克藏起来 这句话咱们看看 语法成分分析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 画线的句子 明显是时间状态从句 当父亲过世之后 they thought it their duty 大家注意 they thought it 这个it 是一个形式上的宾语 他们认为这 后面的their duty 名词短语是 宾语补足语 是他们的责任 什么是他们的责任呢 后面那个黄颜色的 to keep Eric in hiding 这个动词不定是 是真正的宾语 所以在这出现了一个 形式宾语 加宾语补足语 在这真正宾语这个结构 什么时候用形式宾语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李老师说过 如果一个句子里面 宾语比较长 比如说是一个非味动词 是一个doing 长长的结构 而且后面还出现宾语补足语了 或者有的是宾语 是个宾语从句也行 但是后面有宾语补足语了 这个时候呢 为了句式平衡 王王就把这个宾语 比较长的宾语 放在了宾语补足语的后面 因为宾语太长 宾语补足语太短了 所以句子里面改变了位置 但原来的宾语的位置呢 他不习惯空着 还得有个白色 所以要一个形式宾语 it就好了 就真正宾语 是比较长的一个结构 尤其是动词不定是 像这么这种非味动词 doing 常常那个 这个动名词短语 这么一个结构 或者是这个 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了 这种宾语从句 那么还存在宾语不足语 这时候呢 宾语不足语短 宾语太长了 就把它倒过来 宾语放到宾语不足语后面 原来宾语位置加个it就好了 非常好记 而且这个结构呢 可以使我们句子变得更精一些 你看这句话自己写的话 他们认为 他们有责任 把艾里克继续藏着 搞不好呢 同学就写了 they thought that they had the duty 再加宾语从句就啰嗦了 而用这个结构呢 你看后半句 造一个句子 他觉得有责任 把这个孤儿抚养成人 那么如果用一般过去的识 指当时的情况 好不好大家就觉得 他觉得有责任 he thought that he had the duty 用不着这么说了 为什么呢 他觉得有责任 把这个孤儿抚养成人 是不是就是他觉得 把孤儿抚养成人这个事 是他的责任 把孤儿抚养成人是宾语 是他的责任 这是宾语不足语 那是不是可以把 把孤儿抚养成人放到后面 先说he thought it his duty 在后面说抚养成人 抚养成人我们讲过 把门拉扯大叫bring up 还记得吗 孤儿咱们也讲过就orphan 咱们看看怎么说 he thought it his duty to bring up the orphan 他认为他有责任 把孤儿抚养成人 看到了吧 真正的避语是 to bring up the orphan 然后避语不足以说his duty 单一避语呢 避语太长了 放到后边 原来的避语位置用个形式避语it 就好了 这种形式避语在后文中还会碰到 还会碰到 我们说了 all these years Eric had lived as a recluse 这么多年来啊 这个埃里克 都是过着一种隐世的隐世的隐者的生活 这个s在这还是借此作为是来 作为一个隐居的人在生活 就跟其他人都不打交道 这个recluse在这儿是隐世隐居者 我们说了在这儿也可以把它换成hermit 不跟别人打交道 隐居的人 hermit也有这个意思 这两个字可以替换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他一直过着隐世的生活 这不也行吗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咱们在地球和飞猫讲过 是不是可以用 live a life 或者lead a life 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结构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么本文中说 过着一个隐世的生活 我们先看看这个 这个地球和飞猫中的这个句子吧 就是46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三行 46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三行 they can be friendly and affectionate towards humans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fe of their own as well 他们可能对人友好充满柔情 但他们过着自己神秘兮兮的生活 过着神秘兮兮兮的生活 lead mysterious lives 只不过猫是复述 这生活用复述了 那隐世的生活怎么说呢 是不是可以说 the life of a hermit 或者the life of a recluse 不就好了吗 这个相信大家我们都会说了 是不是可以说 Eric had lived 或者lead一般过去 这个lead的过去分词是led the life of a recluse 或者the life of a hermit 不是隐世的生活吗 就像过着隐居者的生活 咱们做书后题 145页第11题 145页第11题 他说了 all these years Eric had lived 看选哪个 A选项 out of this world 不在这个世界上 死了 没死嘛 A排除了 B选 a secret life 一个秘密的生活 这个秘密的有点接近 但是跟隐世的生活 跟原文中还是不大一样 不太好 B排除 那么C选 without a comp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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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伙伴 没有伙伴在生活 似乎挨边 但是本文中没有这个信息 他是隐世的生活 是别人外人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伙伴呢 被捕他的爸爸 在地下室 给他娶了100个老婆呢 那可能大家都没见到嘛 没有伙伴呢 原文中没有这个信息嘛 所以隐世的生活 这是符合原文的 Lived the life of a hermit 这个不能加 刚才live alive 那个alive 因为隐世的生活特质 the life 还是跟前面那个live搭配 这个live的 也能换成这个led 就lead的 他的过去分子 也对 过着什么什么的生活 就好了 好 再回到文中 看下句 He used to sleep during the day and work at night quite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He had become the ghost of Antley 他在当初啊 是咒服夜出 白天睡觉 晚上干活 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就是他已经变成了 安德里农场的鬼了 大家都拿着当鬼 他自己不知道 这也是挺可悲的 这么一个人 咱们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吧 这个逗号之前 是句的主干结构 他 used to do 是过去曾经 或过去常常的 以前了 在死之前嘛 当初嘛 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这都很简单 后面那个 quite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一直到句末 这个协体字 从quite开始到句末 这明显是个飞味动词 可以看到原因状语 为什么咒服夜出呢 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事 全然不知道 这飞味动词 可以看到省到什么 being quite anywhere 因为搭配是be anywhere often 只不用quite加强语气了 前面不是省略的being吗 飞味动词吗 being被去到了 然后不知道哪个事实呢 后面这个大宗具在这 答案是做的fact 同位于宗具了 这事实就是他已经变成了 安德里农场的鬼了 是这么一个结构 后面还是飞味动词 在这可以看到原因状语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 不知道 我们有好多结构 be anywhere of be unconscious of 都行 这都是个of答备 怎么讲过conscious 知道吗 不知道吗 unconscious就好了 或者干脆这种动词 not know 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吗 或者呢 not realize 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 知道意识到realize也行 用这个答备也可以 或者干脆我们用 我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have no idea 也是不知道的意思 那么看本文中 要带进去做 非味动词 分别可以怎么说 你像第一个 be anywhere 换成be unconscious 这个很简单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形容词一换 quite un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实 用quite加强语气 这个全然完全 那么如果用not know 或not realize呢 我们就不用not了 语气加强就never 从来也不知道 know和realize 是动词 非味动词 当然变成doing了 never knowing 或never realizing that 从来也没有 这个都不知道这个事 直接加变异重句 就可以了 从来也不知道 你也可以说 never knowing the fact that 加上那个事实也行 但是没必要再加 那个the fact 对吧 从来不知道 who only have no idea呢 当然你可以用having no idea 但为加强语气 从来也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把它的语气加强 not having the slightest idea that 这语气比刚才那个 having no idea 要更强一些 就是连最微弱的想法都没有 sly是微弱的 最微弱的 idea都没有 就完全不知道了 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事 这几个结构 带进去都是做壮业的 都是语气加强了 从来也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你看这加强语气了 这个可以做做数目题 150页的第12题 I'm sorry 145页 145页的第12题 好 145页看最后面 He used to work at night 他以前是在晚上工作 完全不知道 要跟原文中一样 选哪一个 语意一样的 只有A嘛 never realizing 完全全 从来也没有 这个意识到这个事 完全不知道 觉得A正确 B呢 是完全误会了 没有人误会嘛 这个误会不对 miss miss 误会嘛 这不同 C呢 是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 ignore是忽视了 不是忽视 是他不知道啊 这个C排除 B呢 never accounting for 从来没有解释过 account for 可以解释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没人解释这个事吗 account for 现在explain 这都不同 选A是正确的 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事 这个对了 好 最后一句话说 When he died However his brother found it impossible to keep the secret any longer 然而在他死的时候呢 他的兄弟们觉得呢 再要保这个秘密 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没必要了嘛 人死再消 你这些人都死了 你政府还怎么惩罚他嘛 就好了 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When he died 还是时间状欲从聚 当他死的时候 However是插入语 然而his brother found it impossible 又来了 大家又看到了 形式宾语了 对吧 他的两个兄弟 发现 found it 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to keep the secret any longer 再保这个密 这是不可能的了 大家看到真正宾语 是动词不定识 而且宾语不足为impossible 这个情况下 咱们一般都用 形式宾语 你要不用形式宾语的话 就会写的啰嗦 搞不好同学会这么写 his brother foun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加宾语从聚了吧 啰嗦了吗 依然用形式宾语形式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状况 记住 宾语是不定式 或者是doing 一个长长的短语 或者是宾语从聚 而且有宾语不足语 一般来说 在原来宾语加个it 写宾语不足语 再把真正宾语放到后面 这个结构就好一些 咱们最后再说一个句子 我觉得无法抵制诱惑 我觉得无法抵制诱惑 很多同学又说了 比如说用一般过去识 我们用觉得认为 都可以用find I found that I couldn't resist temptation 太啰嗦了 我觉得抵制诱惑 是不可能的 抵制诱惑 可以用to resist temptation 动词不定式 不可能的impossible 那么这个太长了 把to resist temptation 放到后面去 原来加个it 原来的宾语加个 这个位置加it 该怎么说呢 咱们一块说说 I found it impossi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而不要说 I foun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那变成复合句了 不用了 简单句就可以了 再次看到 真正宾语是 长长的不定式 或者长长的doing 这个短语 或者甚至是宾语从句 后面出现宾语补足语了 那么原来宾语的位置 用it 真正宾语 放到补足语后面去 就好了 抵制诱惑 咱们在第九课 飞猫里面是讲过的 好 第三课 幽灵之死 这个故事情节讲的跌宕起伏 作者也是写故事的 行家里手 写故事呢 先要造成悬念 最后慢慢解释迷离 先说 这农场闹鬼 大家还 都看到了这鬼 有个人亲眼看到鬼了 这读者说 怎么回事 谁快见到鬼 后来第二课 哦 原来这鬼不是鬼 他是个人 那读者还有疑问 人为什么要当鬼呢 后面揭示迷离 哦 原来是二战当逃兵的人 后来一直不敢见人 最后呢 是这么一个故事 到末尾才明白 三十课里面 重点知识点也特别多 重点续余搭配 也特别丰富 希望大家 把这段视频 反复收看 重点的知识 把它掌握 重点搭配句式 希望大家牢牢背诵 第三课幽灵之词 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